在国债高处的时期 大马子民都展现出爱国精神 热烈响应政府成立的大马希望基金 尽一份勉励 今天就有两家霹雳州上市公司 合捐了100万令吉给大马希望基金 对于民众的慷慨解囊 首相敦马哈利也表示感谢 霹雳州两家上市公司 必胜有限公司和伊利有限公司 在今天合捐100万令吉 给大马希望基金 行动党霹雳州主席尼克敏表示 有关的捐款是目前霹雳州 给予大马希望基金最大数额的捐款 他相信两家公司主动捐款的行为 将可以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尼克敏指出 有关的两家公司在国家有难时挺身而出 证明了华商并非唯利是图借力妄议之辈 而是有着一颗爱国之心 尼克敏也呼吁政府相关公司应该捐款相挺 对于民众捐款减轻国债负担 首相Dumahadu也表示非常感谢 并且珍惜民众所做的努力 截至昨晚 大马希望基金已经筹获了超过1860万令吉